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孟晚舟和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目前仍然扣押在加拿大 进行引导去美国的聆训 但事情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9月17日 引述加拿大消息人士说 美国司法部就一项暂缓起诉协议 和中国华为公司的律师谈判 这项协议将会允许孟晚舟返回中国 双方会谈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几周 华为和美国司法部暂时对这个消息不以置评 据美国之音9月18日的报道讲 美国司法部和华为恢复了一个 可以让孟晚舟返回中国的认罪协议 美国之音引述消息人士称 如果孟晚舟承认有罪并制服巨额罚款 美国准备终止引渡要求 并停止针对他的刑事起诉程式 美国之音还引述两个消息人士称 双方会谈实际已经进行了几周 报道还提到 在2020年末 美国司法部也曾经和华为 讨论一项和解协议书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2018年10月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 美国对他发出递步令 指控他在华为工作的时候 和伊朗有关的业务 向辉丰银行提供了误导性的信息 和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加拿大 应美方要求递步孟晚舟 孟晚舟否认控罪 她对引渡要求进行抗辩其间获得保释 住在她位于温哥华的家里 并受居住监视 有关引渡案件的司法听证会 已经在8月结束 裁决日期定在10月21日 孟晚舟被捕后 中国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 康明凯和斯帕弗 并且在8月让斯帕弗判处 11年徒刑 这个行动普遍被认为 使中国报复加拿大帮助美国 低步孟晚舟 环球邮报的报道称 双方会谈可能有中国释放 这两名加拿大人打开大门 不过这则报道表示 华为和美国的会谈 没有直接谈到两名加拿大人的问题 从相关的报道 看到孟晚舟事件的最新动向 第一 美国搞和解协议 本来非常平常 美国政府告人 大多数不会告到底 通常过程中会达成协议 被告人承认部分或者全部罪责 并且愿意罚一点钱 就可以结案 当然认罪的轻重 罚款的多少 大家可以讨价还价 主要看空方掌握的证据 和美国政府有否起诉以外 想达成的目的 但孟晚舟案在2020年底 特朗普掌权的最后日子 双方都谈过和解 但没结果 多多少少反映了美国 其实想盯死华为 截取人质去威逼中国 第二 方案是中国清单的要求 今年7月 美国副国务卿 谢尔曼到中国 和副外长谢峰会谈 在会谈中 中方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 一份是要求美国 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 和言行的清单 另一份是双方关切的 重点个案清单 谢峰当时提到 在旧错清单里面 包括撤销对孟晚舟的 引渡要求 看来如今美国正是 按中国的要求办事 第三 如果放人是互动的结果 我们早前已经说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8月20日开会的时候 并没有表决 对反外国制裁法 纳入基本法附件 三的决定草案 这是中美互动的结果 阿富汗事件爆发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8月16日和外长王毅通电话 要求中国协助 当时证据人大常委会 开会期间 最后人大暂缓要求 香港纳入反外国制裁法 今日王毅也曾经发言 叫美国交功课 相信最近习近平主席 应美国总统拜登要求通电话 中方一定有重提两份清单的要求 包括停止引渡孟晚舟 美国对中国的姿态有些松动 但基本态度未变 所以人民日报以火力全开 向美国施压 逼美国赶快行动 改善中美关系 另外人民日报在9月17日 以终声的鼻名发表评论 题目是 美国是全球稳定的最大障碍 终声的意思是中国的声音 等于这些人民日报 一种非常官方的评论 终声的文章 主要观点如下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 从斯利亚到利比亚 大量的事实证明 美国将黑手伸向哪里 哪里就不得安宁 近日 多家美国媒体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后 发现美军在8月底阿富汗 科布尔机场恐袭世界发生后 实施的无人机打击 杀死的并不是恐怖分子 而是实名无辜的阿富汗平民 20年以来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 已经令阿富汗山河破碎 素与万机的普通民众 已经付出了生命代价 20年后 再黯然撤离阿富汗的最后一颗 美军还要滥用武力 伤害阿富汗人民 美军这阿富汗的作为 在一次清楚地显示 美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破坏者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 历史不长 但是战争史不短 美国建国240多年来 只有16年没有打仗 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 世界上153个地区 发生248次武装冲突 其中美国挑起的 201次 占比超过80% 二战以来 美国在70多个国家建了超过800个军事基地 几乎所有美国总统任内都曾经发动 或者持续介入过对外战争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阿特伍德指出 美国的历史是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 美国将战争视为改造大国 输出意识形态的工具 以为这样就能实现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 但事实上美国发动的战争 给世界带来的只有动荡 美国的作家威廉布鲁某 在一本书 《民主 美国致命的输出》里面指出 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试图退翻50多个外国政府 初步干涉至少30多个国家的民主选举 试图暗杀50多位外国的领导人 美国在世界打开了很多潘多拉盒子 而伊斯兰国的出现 阿富汗恐怖主持增加等 都与美国发动的战争有相关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 从叙利亚到利比亚 大量的事实证明 将黑手伸向哪里 哪里就不得安宁 美国自血是人权灯塔 但美国发动的战争 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001年以来 美国发动的战争 遇难的平民大约有33万5千人 近20年以来 美国在叙利亚 伊拉克 阿富汗等多个国家 发动的空袭超过9万次 在空袭中上升的平民有4万8千人 一个前美国士兵 无人机操作员 在向联合国专家火研会作证的正题中表示 美国的无人机袭击 为了杀戮而杀戮 2005年增进世界的 伊拉克阿迪塞镇市建筑 美国仅因为一次预袭 就大开杀戒 无差别的杀死24名伊拉克平民 阿富汗如今面临的重大人道主义危机 叙利亚从粮食出口国变成粮荒 美国也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麻省和平行动组织的文章 一针见学指出 美国应当为中东地区的 一系列人道主义危机负责 美国喜欢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知识 回护者之之 但实际上 它自己就是国际规则 国际知识的最大破坏者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认为 强大的军事力量 令它能在世界范围里面为所欲为 组建军事同盟 制造更多军事对抗 多次从军控条约退群 只是为了回复美国的霸权利益 美国对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知识 完全是一副合则用不合则器的态度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罗伯特卡根指出 美国人说他们希望国际体系 保持稳定 但他们常常就是稳定的最大障碍 美国从兵独武 导致挑起章祸 势强凌弱 透射出来的 早已是不合时宜的 唯我独尊的单边思维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成为时代的潮流 世界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趋势不可阻挡 美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最终都会被时代所平弃 上面就是人民日报终身文章的评论 他做了很多功课 做了很多统计 看完后 我有三点观点 第一 美国真是一个十分喜欢 发动战争的国家 当他无中生有地批评中国在新疆 去搞种族灭绝的时候 其实美国是不断地 灭绝其他国家的种族 第二 美国发动战争制造的大量伤亡 令难民走到全世界 但由于美国本土官员远隔海外 基本上自己不受难民问题的影响 第三 美国最喜欢说对他有利的国际规则 他自己就是最典型的双重标准大国 都会人民日报找到如此详尽的资料 令我们对美国又增进了一重认识 美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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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